大家好 欢迎来到MAS学院 上节课我们已经简单带着大家了解了数据库 以及数据库的一些相关知识 又给大家讲到了我们的MySQL数据库 以及MySQL 5.6的一些新特性 那上节课呢也说了给大家留了一个任务 让大家回来之后呢 到我们的官网上来下载安装我们的这个数据库 那可能呢 安装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有的同学就遇到问题了 那这节课呢还是带着大家一起来安装一下 那这次呢我们不选择在线安装 我们选择一个离线版本 可以看到在这呢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安装包 一个是Web Communicate 你看它也比较小 而离线的安装包呢 不联网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来安装 那在安装的过程中呢也有一些问题 我们需要来注意一下 那我们就一起来安装一下这个买色扩数据库 它和我们安装那个 那个阿帕奇啊 包括安装其他的软件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软件 一个MSI的一个安装包 我们双击安装就可以 好来看一下 那离线版本呢安装的就比较快了 准备一下就可以来进行安装 在安装的过程中有一些我们需要按照它的要求来填写的 像我们的这个端口号啊 包括用新天用户的密码啊 这都需要我们来注意的 我们一会一起来看一下 好稍微等一下 之后呢安装完之后 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这个 安装包之后的目录的一些文件都是干嘛的 包括我们如何来登录 以及退出我们的数据库 这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重点 好那现在呢 你就会看到这样一个安装的过程 马上因为刚开始打开的时候稍微有点慢 看到一个MySQL的Installer 这是一个离线安装包 在这呢这是一个协议页面 你需要来允许它的协议之后才能继续 这些英文的完全的你可以不用去读 点Next 在这块呢你可以选择一种安装形式 像你的默认的开发模式 包括服务器的客户端的完全安装 以及我们自定义的 你可以选择自定义安装 来选择一下 我们就选择自定义的 点Next 在这呢你可以要选择 你要安装哪些的软件 你像我们安装MySQL的server 5.6的 一个是X64的 一个是X86的 一个是32位的 一个是64位的 那我的是64位的呢 我就选X64 点过去 接着下面呢还有一些软件 像工具啊 MySQL的Workbunch啊 包括MySQL的Connector这一些 以及我们的文档 Document Documentation 这样的形式 那在这呢这些我们现在用不上 我们就只安装一个MySQL的服务器 接着点Next 好你看到 ReadyToInstall 点Execute 执行一下就可以 你看到这样就不用再现来下载了 执行的速度呢也很快 稍等啊 好看到对号之后呢 证明已经完全的安装完了 点Next 接着ReadyTo Configure 立刻来配置吗 我们点Next来配置就可以 首先看到我们在配置的时候 第一项需要注意的端口号 3306 默认的端口号是3306 包括我们的再往下 需要来给这个默认用户 添加一个密码 在安装的过程中呢 会有一个超级用户 会自动的给你创建 这样一个超级用户 Root用户 你需要来给这个Root用户 填写你的密码 那我的密码也写的是Root 也可以在这儿来添加一个用户 那以后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命令 来实现添加用户的一个操作 我们也可以先简单添加一个King 写上一个密码 也是King 确认密码King OK 一个King的用户就已经添加完了 也是一个DB的命 也是一个管理员 再点Next 接着你看到我们服务的名字 MySQL56 那这个服务的名字有什么用呢 当你想开启MySQL这个服务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名称来开启 也可以 包括管理的时候呢 也可以 接着再往下点Next Execute 执行一下就可以 好 那执行速度呢也很快 当执行完毕之后呢 我们MySQL的数据库呢 就已经安装完毕了 点Finish 再Next 好 Finish就可以了 首先你看一下 默认安装到哪了 安装到我们的C盘 ProgramFills 这有一个MySQL MySQL5.6的一个版本 在安装目录下 有这样一些目录 以及文件 像我们的Beam目录 Date目录 DOCS目录 Include目录 Lab目录 Share目录 包括 My-default.ni 那首先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些目录都是干嘛的 可以来看一下 那Beam目录呢 它是存储可执行文件的一个目录 像我们的执行程序 都存储在我们的Beam目录中 那Data目录呢 存储我们的数据文件 Include目录呢 存储包含的头文件 Lab目录 存储我们的库文件 DOCS目录呢 是我们的文档目录 那Share目录呢 是凑消息和字符级文件的一个目录 最后看到还有一个 不是目录 是文件 My-default.ni 那记着我们PWP中有配置文件 同样的MySQL中也有 你把它复制一份 接着把它重命名成 My.ni 那这就是我们MySQL数据库的配置文件 你可以把它来打开 看一下 打开之后呢 在配置文件中 一会儿呢 也需要给大家做两项操作 来设置一下我们的字符集 那首先先看一下 安装这个完事了 接着我们如何来登录已退出呢 你可以来打开这个命令行 首先想连接MySQL服务器 你需要保证这个服务是开启的 我先调整一下这个屏幕背景 屏幕文字呢 调成黑色 好 那接着如何看到这个MySQL服务是否开启呢 可以通过两种形式 首先右键计算机 管理 接着找到我们的服务部分 稍等 服务和应用程序 服务 接着呢 看一下MySQL 56这个服务是否已经开启 开启之后呢 你才可以通过客户端来连接我们的服务器 MySQL56 你看到已经要启动的 那现在启动之后呢 我们先简单的连一下 这个命令呢 一会儿再跟大家说 如何来登录 写上一个密码 root 你看到 Welcome to the MySQL Monitor 证明已经登录成功了 证明这个服务也已经开启了 接着我再退出一下 如果这个服务是关闭的状态 你是连接不成功的 关闭了 接着你再来写 MySQL-U-Root-P-Root 你看到会报这样一个错误 所以说当同学们看到这样一个错误的时候 Can't connect to MySQL Server on localhost 证明你的服务没有开启 那第一种形式呢 你可以通过这种形式来开启就可以 那现在呢 也可以通过Net命令 Net Start 加上你服务的名称 我们叫MySQL56 同样的 也可以来开启这个服务 那同样的也可以关闭这个服务 StopMySQL56 你看到这个服务又被停止了 那接着我们再开启之后 才能来连接 那接着我们再来连一下 -U-Root-P 写上一个密码 写上密码之后呢 我们说需要在配置文件中 做哪个配置呢 设置你的字符集 好 接着我打了一个反斜-S 这个呢 以后也会给大家讲到 来看一下当前服务器的状态 现在你看到 跟我们编码方式有关的 这样有这四项 Server的Correptor Site UTF8 DB的Correptor Site UTF8 这UTF8的编码方式 是我们要的 因为以后不论程序啊 还是我们的这个页面啊 包括我们的数据库 我们都要统一编码为UTF8 否则呢 你的数据就会产生乱码的一个现象 那接着再往下 ClientCorreptor Site GBK CONCorreptor Site GBK 客户端的编码方式 包括连接端的编码方式 也是GBK 那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这时候 我们就需要用到我们配置文件中 来设置这样两项 那首先呢 我先把它推掉 好 那接着呢 打开我们的配置文件 卖点NI 那哪两项是呢 首先来看一下 设置我们的编码方式 客户端的字符集 或者叫编码方式也可以 DefaultCorreptor Site 这是客户端的一个字符集 你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来站到这里 我们可以在这来写上一个 My Circle 这代表你的客户端 把它站到这就可以 DefaultCorreptor Site UTF8 客户端的字符集 或者编码方式 那接着在服务器端呢 我们同样的也需要设置一下 Correptor Site-Server UTF8 把它设置到你的服务器端这 注意 -Site-Server和它不一样 UTF8 设置之后保存 接着再重启你的服务 再连接之后你再看 我们的编码方式就已经改变了 Net Stop一下My Circle 56 接着再开启一次 好 那我们再来简单连接一下 看一下编码方式是否已经改变 写Status也可以 那现在你看到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编码方式 UTF8 都是UTF8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以后呢 我们的数据才不会出现乱码的现象 那这是我们简单的带着大家来安装 接着对我们的这个配置文件做了一下配置 那再往下 启动服务这一块呢 我们已经说完了 交给大家两种方式 那安装已经成功了 包括配置也配置完了 这时候我们如何来登录 包括退出我们的My Circle 可以看到第三项登录退出My Circle 那首先呢 刚才也简单看到了 我在登录的时候通过打开命令行 写了一个My Circle-U用户名 默认的用户就是我们的Root用户 -P来加上我们的密码 那常用的参数呢 来看一下-U 或者你写-username用户名 -P或者是-password等于你的密码 你可以直接写明文形式的密码 也可以写密文形式的 什么叫明文形式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简单退出 My Circle -U 默认用户 -P 你可以直接在这上写上你的密码 Root 你也能登录成功 那登录成功之后 首先看到一个警告 Using a password on the client 在你的客户端 命令行 Interface can be in Secured 是不安全的 因为我直接就可以看到 那这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选用第二种形式 回车 会看到一个enter password 如果你的密码正确的情况下 就可以看到 登录成功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同样的也可以带着大家 试验一下另外两种形式的参数 My Circle -username 你可以写-u 你也可以写上这个 -username等于谁 等于我们的 root 接着可以写-password 等于谁呢 也等于root username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写错了 My Circle -username 等于root -password 没有写错 username 指定一下你的用户名 应该可以 在5.5的时候是可以的 我们再来实验一下 好 这个选项 现在在5.6的时候 还不可以用了 在之前呢 是可以的 可以先上-username 来等于你的用户名 那现在不可以呢 我们就可以不用 My Circle -u 写上你的用户名 -p 来写上你的密码 这也是我们常用的形式 因为你写-u 比写-username 要方便的多 看到来进行一个登录 那接着交给大家 第一种推出 可能大家也看到了 通过exit 进行推出 看到又回到了 我们的命令行形式 那接着 当我们登录成功之后呢 你看到默认的 命令提示符 是 My Circle 大约号 这是我们默认的 命令提示符 证明已经登录成功了 好那接着再往下 看还有哪些参数呢 那在这呢 把它就去掉就可以了 这个在5.5的时候是可以的 包括密码 包括主机名 同样的 我也可以跟上我的服务器名称 -h 来跟上你的服务器名称 因为我们的服务器呢 和客户端 是装在一个电脑上的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写 localhost 或者写你的127.0.0.1 都可以 My Circle -h 你可以写 localhost -u root -p 来写上密码 同样的也可以 那在这呢 也可以教给大家第二种退出的方式 可以写成一个quit 也能看到退出 看到一个by 证明退出了 那接着你可以跟上 -h 127.0.0.1 -u 用户名 -p 写上密码 看到 也可以 如果你的服务器呢 不是这个ip地址 你也可以跟上服务器的ip地址 放到这 也可以 这是-h 这个参数 那接着再交给大家第三种形式的退出 刚才交给了一个exit quit 反写-q 也可以 看到by 证明也退出了 那再往下看一下 -d 是打开指定的数据库 那这个呢 等我们讲完这个数据库之后呢 我们再来应用这个-d 的参数 包括这个-promote 这个呢 是来修改我们的命令提示符 什么叫命令提示符呢 刚才也说到了 命令提示符呢 就是我们登录进去之后 默认的是my circle代曰号 同样的你可以通过-promote 来修改我们的命令提示符 那接着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登录的同时 你可以这样来写 my circle -h localhost -u 跟是我们的用户名 -p 你可以直接写密码 也可以不写 接着写上一个-promote 指定一下命令提示符 我写上一个king 你看到登录进来之后呢 你的命令提示符 不是默认的my circle代曰号了 是king 但只针对于当前连接才有效 如果你退出之后 再来连接的时候呢 你又需要重新设置 那其实呢 这就是一个命令提示符 设置不设置呢 也没有那么重要 那接着再交给大家 第四种形式的退出 Ctrl-C 强制退出 你看到 EXIT了 Ctrl-C 强制退出 但是呢 在这儿你看还没有退出掉 我们再来试验一下 好 Ctrl-C还在5.6的版本中 还不能强制退出我们这个 my circle 那现在我们就换一种形式 在这需要注意啊 在5.5的版本中也可以 那这一块 把它先去掉 5.6中不可以 5.5中可以 5.6中不可以 那现在前三种形式的退出 大家要记住 接着再往下 还有一个 刚才那说了一个 杠大P 端口号 默认的端口号 我们再看 安装的时候是谁来着 对 3306 你可以直接写上一个杠大P 来跟上你的端口号 但是如果你没有改 但是如果你没有改的情况下 他会使用默认的端口号 这样的一个形式 我们来看一下 my circle 等以后我们学到这个通过delimator修改分割符的时候 或者讲到sircle语句命令的使用的时候 我们再来说这个 杠杠 delivator 那最后呢 还有一个杠大V 或者是杠杠Warsen 输出版本信息 并且退出 同样的这个算数呢 你也可以使用 你来试验一下 my circle 杠杠U root 杠P 形成立马 杠大V 你看到 my circle 版本号 5.6.22 for 分64 x86的 这样的一个形式 同样的也可以 杠大V 这样的一个参数 这是简单的带着大家安装成功之后 进行了一个登录退出 那有一些选项我们没有说到 等我们讲完之后再来说 那现在呢 这节课上完之后呢 小伙伴就要按照我们的安装形式 把这个数据库安装成功 并且尝试着 几种形式的登录 并且这三种形式的退出 大家要试验一下 那接着把这个试验完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再接着往下来学习就可以了 先把这个数据库安装成功 并且登录退出成功 好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